哪些人最容易患上贫血 贫血症是由于体内缺乏血红蛋白或红细胞而导致 除了病理性的贫血 一般上的贫血都和缺铁有直接的关系 哪些人最容易患上贫血 女性 每个月的生理期都会造成血液的凝食 若无法及时补充造血所需的营养素 就会造成贫血 全素食者或偏食者 帮助造血的 铁维生素B12 在肉类肝脏的含量较高 植物性的食物含量较少 所以容易引起造血所需的营养不足 常吃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通常都属于高油高糖高盐 低营养素的食物 常食用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常喝咖啡、茶、碳酸饮料 这些饮料内的咖啡因能抑制铁质的吸收 造成体内缺乏铁质 怀孕或哺乳期、妇女 对铁和其他造血营养的需求增加 若是无法及时补充 就会造成贫血问题 药物滥用 加重各种营养素的消耗 包括维生素B、铁、叶酸等造血营养 日常的一些小习惯 也能帮助改善贫血的问题 改善贫血的小习惯 进餐食货后 吃些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或蔬菜 如其一果、番石榴、花椰菜、番茄、灯笼椒等 可以促进铁质吸收 茶、咖啡类饮料会抑制铁质吸收 避免再用餐食饮用 减少能消耗造血营养的习惯 如喝酒、熬夜、抽烟 避免长期食用水果、蔬菜当正餐 植物中含有的草酸、植酸、磷酸及大量的膳食纤维 也会影响铁的吸收 日常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都可能造成身体缺乏甜质而患上贴血